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前作相比 东北警察故事2 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升级 首先反派的设计 他们变得更强大 更有话语权 然后最暗的情绪 其实也进行了升级 它变得更跟我们普通观众 有更强烈的关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动作上的升级 像1的时候就是 大家对这个狭窄空间 几场打戏还是蛮有兴趣 也喜欢的 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开拍之前 我们就一些在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着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再极致化一些 1 2 3 那场戏因为 它本身那个空间就很小 而且你两个人物 到里边之后 基本就没有位置 没有摄影机的位置了 所以说那个摄影师 在拍之前 他都会全副武装 带上户具 反正我给他的要求是 我不管 你怎么拍 我一定要拍到这个镜头 所以说 其实你画面里看 是两个人在打 其实我们在画外看 是三个人在打 摄影师下来 比那个动作演员 轻的地方都多 拍摄这些动作场面 对道具的破坏可不小 这张剧组的道具师们 没少发愁 你进任何一个场景的时候 飞蛾就到处看 到处看 有没有能帅的能砸的 特殊道具的那个 部门的道具组长 就跟在飞个会儿好好好 可能拍摄这场动作戏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 小的东西 就需要我们利用到的时候 才会让特导 他们去帮翻一些假的 实在没有的话 也没办法 就只能硬摔了 我们那场动作戏 把那个厕所的地面的 那个磁砖甩坏了 就是正常的地上的 这个磁砖 就砸烂了 我们献给人重新做的 重新去修复 做的修复 都会一百 伤病补贴一百五 comm旺 转一百 一百 二十 二百 二十 三百 一百 二十 二十